朋友们好 又跟大家见面了 很高兴 今天我们继续向下学习我们无人机的项目 那么今天我们介绍的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 从头开始 不好意思 今天我们介绍的内容是开发版与电脑手机的WiFi通讯 那么主要的模块就是我们版上的8266 我们物联网课程的同学开发版上会有WiFi模块 然后我飞机上没有WiFi模块 那么我为了正常的给大家讲这个课程 从淘宝上买了一款 8266主芯片都是ESP8266 它外围的封装形式可能有所不同 像我买的这种就是全IO引出版的脚比较多 但实际上我们用的时候并用不到这些GPIO 大家也不必在意这些区别 我们主要是用它WiFi通讯的功能 这个模块可以说是 相当于我们物联网发展的业界的一个里程碑 那么这个模块的推出 让我们一些没办法接入网络的设备 现在很方便的通过创口接入网络设备 并且它自身带的Lite IP的这么一个TCB IP协议 那么可以实现我们数据的透明传输 所谓透明传输就是 它把底层的TCB IP协议组都封装好了 我们要什么传什么这些消息直接调用它的那个伞的函数发过去就可以了 那么至于底层的TCB IP著名的那个三次握手啊什么之类的 我们通通都可以不管 然后呢这个WiFi模块呢 它有三种模式 一个是AP模式 一个是Client模式 还有就是AT加Client模式 也就是说它可以当一个发射WiFi信号的模块 也可以当一个接收WiFi信号的这么一个模块 也可以两者同时存在 那么这第三种模式呢是比较强大的 好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这个TCB IP协议 那么OSI中呢将这个 通讯传输呢分为七层 从底到顶分别是物理层 数据链路网络层 传输层 汇化层 表示层和应用层 我们实际上呢 对于我们来讲呢 底下的物理层 比如说二点击数据是 怎么样一个波形表示零 怎么样一个波形表示一 还有数据量的层是这些 数据是这个 在这个物理层之上是怎么传输的 然后怎么样寻止 这些我们通通不管 我们关心的就是这个应用层和这个传输层 那么对应的我们TCB IP这个协议组呢 它只有五层协议 就没有OSI中的七层了 它中间这个表示层和画画层 通通都没有协议 那么作为我们开发者来讲呢 我们也是不在乎它物理层和数据量的层的 我们只管这个网络层 也就是说IP相关 还有这个传输层 TCP相关 UDP 还有这个应用层 我们可能会用到一些 HCP协议啊 访问网页啊等等这些 其他的我们通通都不管 所以呢 大家大概去了解一下就可以 因为这个TCB IP协议呢 它是一个非常复杂 而且庞大的这个系统 我们没有必要把这个精力花在它这个上面 我们只知道怎么用这个 用它这个协议去传输 我们想要传输的这个信息就可以 好 我们这一刻呢 首先要配置下这个WiFi模块 然后呢 配置这个WiFi模块呢 就有一个需求 这个WiFi模块呢 它是 TXD和RXD 它是个TTL电瓶的 所以我们要用这个USB转TTL电路 然后呢 可能大部分同学手里面会有这个东西 但如果说你手里面没有的话 我们就将这个开发板变成USB转TTL电路 那么物联网这个开发板呢 它可能我看到了一个原理图 它上面会 开发板会配有这个USB转TTL 这个小模块 是独立于这个物联网开发板的 那么我们同学用的时候 需要注意要把这个USB转TTL电路 先连到这个开发板上 连到这个UART0上 然后呢 用这个UART2 UART2 去连接这个WiFi模块 我看我们原理图上是这样做的 那么我们 这节课呢 是将这个开发板变成这个USB转TTL电路 也就是说呢 你电脑发了个信息到开发板的时候 开发板再转发一次 因为我手头没有这个物联网这个模块 然后呢 课程配置的那个飞机上面 那个IO非常少 没法连这个模块 所以我就用了一款 比较普通的这个SM32的最小系统开发板 然后把它变成了一个USB转TTL电路 来讲这个课 好 我们这个配置这个WiFi模块的时候 需要使用这个窗口软件与开发板通讯 这个无谕废话了 然后开发板转发转移到这个WiFi模块 那么 后面呢 我们继续会讲这个开发板与电脑通过WiFi通讯 WiFi模块作为服务器 当然你可以在电脑上建立一个服务器 然后WiFi模块作为客户端跟它连接 这个呢 我们课程中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多讲 这个后面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客户自业去练习一下 然后配置服务器呢 首先要打开这个多客户端连接 否则的话 建立服务器可能不成功 然后服务器建立的话 就一条命令一条AT指令 然后这个窗口号我们设置为21567 因为窗口5000以内的都是预留给其他服务器用了 我们这个测试的话 尽量往后靠 它最多窗口号是65536个 我们就往后面选就可以 5000以内的尽量不要用 然后我们会用这个电脑客户端的程序 Python脚本 是一个用Python写的程序 然后很简单 然后我们去连接这个服务器 然后开发板呢 就是接收这个WiFi模块 主要是通过这个USAT2传来的消息 根据消息执行动作 我们也可以直接把这个消息回传 通过USAT1回传到这个电脑上 通过这个创造条助手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今天呢 我们主要这个任务都在这个演示环节上 然后我们主要是演示一下开发板与电脑这个通讯 开发板与手机的通讯 手机的话呢 我为这次课程编写了一个简单的测试APP 然后这个安卓版我是测试过的 苹果版的话也提供 但是我没有测试过 因为我比较穷 没有苹果手机 大家如果发现苹果版有bug的话呢 及时的跟我说 但是我不确定能不能改得掉 因为我手里边没有测试平台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先看一下我们这个怎么样把一个普通的这个最小系统变成一个USAT转TTL电路 那么我这个用的最小系统是STM32103ZET6的这么一个最小系统 实际上呢 它的这个实现也比较简单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原理图 这个最小系统呢 除了这个主芯片之外 几乎没有什么电路 我们用到的就是这个 这个部分 它板上有这个 USB转R32 对CH340这个芯片 这边接收USB连到我的电脑上 那这边呢 就连到它的这个STM32这个TXD和RSD上 然后呢 我们 这一路相当于是跟电脑通讯的这个 USAT1 然后这个USAT2呢 我们把把这两个脚接到我们这个物联网模块的这个收法脚上 那么这个原理呢就很简单跟大家说到这儿 然后对于我们这个 然后对于我们这个呃使用这个MAS学院物联网的这个同学啊 你注意我们这个模块呢也是默认接到这个啊 USAT2上的 然后呢 比较可惜的是我们这个板上好像没有这个USB转TTL进路 但是它预留了这个TTL窗口接口 所以呢 在这里 所以呢我们可能会把呃随着开发板配一个这个USB转TTL进路 呃大家呢如果是懒得弄的话也可以直接把这个USB转TTL接到这个WiFi模块上 因为这两个都是可插拔的 但如果想跟着我做的话就把这个USB转TTL接到这个上面 然后让这个CPU去充当一个转发机制 把这个消息再发到这个USAT2上 就是连这个ESB8266好 这个硬件原理图大概说到这儿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程序中怎么实现的 这个程序呢 主要是这两个封面啊 我们用了两个UART 那么在这里面呢上下课也说过了 这个两个UART的初始化就比较简单 GPRO中段 然后还有这个UART的初始 这是连着两个窗口的初始化 然后呢 这个是两个窗口的中段函数 好 放大一点看 这是窗口1和窗口2 窗口1和窗口2分别有自己的这个接收缓存和发送缓存啊 这里边我们只用了接收缓存 它接收的时候呢 如果是收到最后一个字符存是-N 那么 就表示一条消息接收完成 然后呢 因为它最后是一条-N嘛 那么它就会把-N 之前的两个数据 就一个是-N 一个是-R 标一下 这个字符串是-R 然后这个是我们收到的这个-N 反锡- 好 它它把这两个数据覆盖掉 也就是把后面这两个这个表示结束的字符串去掉 再写到这个缓存里边 然后呢 那我们这个两个接收和缓存都是一样的 我们这个主程序呢 是一个死循环 好 它之前进行了一些初始化 主要是把这两个-R的初始化 其他的这些外设呢都是做测试用的 大家可以不管 啊 跟本科生无关 然后它这个主循环里边就是 循环的检测是不是 如果串口一接收到数据 那么就用串口二把串口一接收到这个数据 发出去 如果串口二接收到数据呢 就把串口二 接收到数据用串口一发出去 相当于交叉一下 呃 这个就实现了这个-US 把这个开放板变成USB转TTL电路 好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那么第二个方法呢 也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就是说你把这个 哦 这个 在这里 你可以把这两个管角 这两个管角 当然这个办法比较土啊 一般我们 懒得写程序的时候可以用这个 你把这两个管角 它不是跟CPU相连吗 你把这两个管角 写一个程序 让STM32把这两个管角 作为浮空输入 也就是说 配置成高组模式 然后这两个角就可以飞线出来 接到这个 ESP866上 但是这个方法呢 算是最简单的方法 但是 我不提前大家用 我们还是用这种方式转发一下比较好 这样你能看到它发的是什么数据 也便于debug 刚才这种方式呢 属于懒人专用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模块的配置 呃 我们用的这个创口软件 叫pro term 这个是 也是windows linux和macOS 三个系统通用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配置这个模块 这个模块呢 配置的时候呢 它首先要连上家里的wifi 那么我这边是连着wifi的 然后呢 配置这个模块 连家里的wifi的时候 需要给它发一个命令 好这个命令的话呢 一般官方都有这个详细的命令教程 我们这里只用一下 好这个命令就是这样的 发送at加上cwjp等于 这边是你家里面wifi的ssid 对应我这里边如果 我这里是家里 这里边就先家里 后面是密码 注意这个都要用这个 啊 自不上符号去打双眼号的啊 就照这个格式发 中间是这个英文的豆号 发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它是否真的连上了 就是是否会到ip了 那么我们用这个 at指令来看一下 cufsr 然后 给发送之后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ip在这里 192-168-1.107 好 这就是我们开发版自己的这个 ip地址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 它与电脑通讯 那么我们要开启一个服务器的时候 然后 使用这个命令 ok 这个命令啊交错了 再加一个p ok 我们开启这个多客户端模式 然后 然后 我们开启server ok 那么这两个命令都返回ok 这样的话我们的服务器就已经启动了 然后呢我们用我们的这个电脑的客户端 那么我们的python脚本同样是运行在这个Eclipse下 我们这个client在这儿 简单说一下这个 首先是导入必要的包 然后是确定这个主机地址的专口号 然后这个buffer是这个缓存的大小 然后就开始访问这个专口号 访问专口号之后呢会提示我们输入信息 我们发送的消息呢都是以-r-n结尾的 就是为了方便配置这个 因为我们在这个stmsr就是呃 单片机里边 因为单片机是跟这个模块连着 单片机里边 配置这个消息都是以-r-n为结束的 所以我们这里边呢也追寻这个规则 好我们点击运行 那么这边出现这个三角号顺便已经连上了 我们看这边 好这边显示性是0.connect 就是说这个客户端0 已经connect了 如果我们再有客户端连接的话 就会显示1.connect 好我们显示发送一个testwifi回车 那我们这边 ok收到了消息 11个字符串 客户端0发来的11个字符串 testwifi 为什么是11个呢 你这个数了可能不是11个 因为我们这个-r-n 它是不显示的在这个上面 在后面这个-r-n它是不显示的 好我们再发一个 呵呵 ok在这个上面 四个字符上 它显示六个 因为后面有-r-n 好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开发版与电脑通讯 再看我们的手机 维持这个状态不变的时候 直接打开手机 我们打开专用的这个测试APP 叫麦子下滑线 UAV就是麦子无人机 然后我们 在这个主机IP里面输入 192.168.1 -107 好 点连接 这时候我们看屏幕上出现了1.connect 这个客户端1就是我们的手机 那么我们给它输入一算字符串发过来 ok 那这边也接到了手机 然后 放一个test过来 好 发送成功这边显示test 手机这边也是一样的 因为我后面加了一个-r-r-n 所以它是显示接收到六个字符 但实际上只有四个 因为后面有两个结束符回车符 好 后面我会传到网盘上 那么大家用这个模块 当作客户端连接这个服务器 跟它发送消息 好了 那么这个课的内容呢 也就讲到这里 大家可以回去实际操作一下 那么谢谢大家